能夠守住 目前全球勝率第一的位置 中間方向 平飛球落地形成安打 岳振華一出局後攻占上壘 這樣趕快要手 要不要跟讓他往後跳 一樣的速度 再回頭來對付打者 這時候壘上的宋承潤 用撲的方式安全抵達二壘 最後還是被宋承潤給跑到了 儘管已經是連續的牽制出手 但宋承潤是打定主意要跑 啦 還不是 囡中上來是不是要問 出棒的部分 對 但是出棒在竹子又胖好球 應該沒有什麼問題 我覺得他是不是要問有沒有 比較妨礙到補手的傳球 但是看起來應該也還好 宋承潤 這一撲最後也完成了 今年球季的第十七次道累成功 從側面會看得更清楚一點 應該是 吳明宏有去踩到腳 對 吳明宏他自己的動作 卡卡好像有一點去碰到 但單局到目前為止 後進用了十九顆球 這一球打擊出去 來到了右半邊 結果這個球 並沒有捷地手套裡頭 掉了出來 這要讓岳振華輕鬆的跑回 中信兄弟的第一分 感覺是有機會完成的出局數 但最後其實想要採用滑接的方式 感覺上對於球的判斷點 並不是做得很好 不然其實感覺上是 可以幫後進擋掉一分的 所以說這一個球其實 第一是平 第二 你接球的點 角度太小 我們來看一下 打仲是有打到整顆沒錯 在右外野王伯璇的處理 想要滑接 但是球是打在手套之後 彈得出來 對 而且那個球越來越接近地面 你再接球手套的判斷來看 他本來就角度比較 那不是那麼的容易 三局下半 零比零平手將舉 被中信兄弟給打破